周日香港百万人上街头举办反送中游行 港府不听民意 坚决逃犯条例二读修法 而从昨天晚上至今 已经有许多的香港民众自主前往京中 不过许多市民目击在京中站 有许多年轻人被警察要求靠墙搜身 现场宛如戒严 引发外界哗然 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 昨晚就在脸书分享现场照片举出 他说有香港朋友告诉他 这是中国解放军换上港警服 范云在文中透露 这是我们都曾经自由进出的香港 可是为了审查逃犯条例的修法 香港成为中国 京中地铁站对年轻人搜身 希望香港平安 民主自由 一寸不让发大财真投降 这篇文章一发布 许多网友纷纷直呼说太可怕 也有网友留言说 真的是解放军换衣服吗好扯 有网友则是联想到六四天安门 希望不要历史重演 也有人表示希望台湾不会变这样 今天凌晨开始 民众也在立法会外围设置路障 希望保留和平抗议的空间 但早上警方已经举出红旗 并且开始戒备 表示随时采取武力驱逐 现场民众除了提醒大家注意警方的催泪弹 也呼吁市民前往京中支援 期盼能让民意更强力地传进立法会